中国现实主义题材话剧中的扛顶评论 也是中国话剧里最为经典的悲剧之一 那么这部剧呢 也是悲到让人无从流泪 乃至无从释然的地道的悲剧 可是就在这样一部悲剧的表演过程当中 却出现了那种悲剧的一个 前不久在针对大学生中学生的学生公益专场当中 北京人上演了这部话剧《雷雨》 可是在表演过程当中 却出现了在喜剧表演当中 经常出现的从头到尾观众笑场的一部 那么这令主演杨立新从尴尬走向了愤怒 表演完了之后他回到后台说 这个戏简直没法演了 第二天他又接连发了五篇微博 指责这些学生欣赏水平低下 556场只有一场出现这样一种情况 到那演员自己也处处贪贪 我这怎么演呢 那么到底是学生对严肃艺术缺乏一种基本的理解呢 还是仁义的表演出现了问题呢 中国经典话剧《雷雨》八十周年 人文悲剧却为何遭遇喜剧式的笑场 台上表演严肃真挚 台下观众却笑声不断 是雷雨台词夸张 有代高 还是观众年轻 不懂得欣赏 这又折射了当今怎样的文化生态 巅峰之作五年打磨 这背后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曲折 让话剧雷雨活在当下 本期老良观世界 为您叹息 笑声金雷雨 今年是雷雨这部话剧发表八十周年 也是仁义雷雨话剧上演六十周年 所以在这样一个非常庄重的日子里边 雷雨上演明明是一出悲剧 却遭到了喜剧式的哄笑 那么对艺术认真负责任的演员 在这个时候感到干干乃至愤怒 我认为非常正常的 也是很好理解的 因为雷雨这出话剧 在中国话剧史上的地位 可以说是至高无上的 那么我们下面先通过一段短片 了解一下雷雨的地位 以及雷雨里的主要情节 雷雨这部戏 以封建家长和大矿业主的周浦源为中心 描述的是两个家庭 两代人之间恩怨纠葛 行仇交错的悲剧故事 故事发生的背景是1918年 30年前 周浦源曾与丫鬟梅士平相爱 并生了大儿子周平 为了要娶一位有钱有门地的小姐 抛弃了身份卑微的师父 周浦源又娶了梵姨 梵姨不堪忍受监狱时的家庭生活 与长子周平发生不倫之调 但没过多久 周平又爱上了侍奉自己的丫鬟鲁四凤 为了夺回周平 樊姨叫四凤的母亲鲁妈来周公馆带走四凤 原来鲁妈就是周浦源的前妻 周平的生母梅士平 周平和四凤竟然是同母异父的兄妹 家庭的秘密 绅士的秘密 所有这一切在一个雷雨夜爆发 曹银先生以雷雨帮狂雕自私的方式 表达了他对人性浓郁的悲悯情怀 1934年7月 雷雨剧本发表 到现在已经整整八十年 这八十年里 雷雨被国内各大院团以话剧 芭蕾舞剧 歌剧 戏曲等各种艺术形式 呈现在舞台上 成为中国现代话剧史上的一座 重要的旅程碑 那么我想雷雨的情节呢 咱们电视机前呢 大多数中年以上的观众朋友 肯定会对他的情节耳术能详 而且我们过去学的课本里边呢 即使你没有看过这部剧啊 在课本里你会发现 周浦源 周平 樊一 四凤 四凤 这些人物被反复的解读 周学宇文课本里边呢 经过多少次的改变 雷雨依然占有他的一席之地 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一想起雷雨 都会想起这是一部悲剧 这是一出严肃题材的现实主义悲剧 你看即使是搞笑的大师周星驰 他在他的电影喜剧之王里头 演一个对这个戏剧无比热爱的 小人物引天愁 他们要演的戏剧都是什么 喊街坊邻居来看 他们都要演雷雨 就这毫无疑问 这是一出非常严肃的悲剧 那么可是为什么 在学生专场当中 就遭到了学生的这种笑声呢 我想首先有一点 我们必须得承认 就是眼下这个时代啊 学生对严肃艺术缺乏 起码的敬畏之心 很多滑稽荒诞的东西 容易被大家去理解接受 相反特严肃的东西呢 却反复遭到新生代的解构 所以我说杨立新的愤怒呢 它是有来源的 但是如果我们仔细 再从学生的角度考虑一下 你会发现 这种笑声不是无厘头的 不是没有来由的 首先一个我们说 学生是很难理解 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 发生在中国社会的 这样的悲剧 我们现在已经早就失去了 那个时代的一些背景 即使是在五十年代 上演这部剧的时候 曹宇后来跟这个媒体说过 他在坐火车的时候 旁边有两人就议论 你看过雷宇吗 说我看过 说写的是什么 那个人说 就是一个家里烂搞男女关系的事 就即使在那个时代 也有很多人 很难真正从严肃的角度 从人性的角度 去理解雷宇 何况现在的学生 已经和那个时代远离了 所以就是时代的疏离感 这种空间和时间的距离感 让学生对这个剧产生误读 我认为这也不是太难理解的事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我们以前看雷宇的时候 是养之蜜膏的感觉 那是现实主义题材一座高峰 曹宇是艺术大师 所以在看这部剧之前 你就带着一种很虔诚的心态 就是你看这部剧的心态 与时俱进的发生了变化 我们以前看的时候 带着无比宠静的心态 当然是 你已经全方位准备接受 雷宇这种严肃的悲剧的这种犀利 可是现在的学生进场 他不会有这样的想法 他没有把它当作一个 殿堂级的艺术 他觉得跟我在网上 看一个普通的视频 区别不大 如果哪个点 触动了我的笑点了 我当然就要乐了 所以他没有 欣赏殿堂级艺术的心理准备 这个你也不能愿学上 那么再有第三点呢 我们必须得承认 这个表演过程当中 他还是有一些与时代不合拍的东西 跟现今世界脱离的东西 因为这是传统艺术 传承过程当中 几乎必然要面临的一个矛盾 那么扮演这个四风和周冲 是少男少女的两个人 他的年岁已经都三十多岁了 观众看起来会感觉 我们可能进到戏里边去 直接从被情节带着走的时候 你感觉不出来 但是学生 如果这个情节不能把他抓住 他游离在戏之外的时候 他肯定会对这个感觉到很滑稽可笑 另外再有一点呢 在眼下这个时代 你再看周家这些乱伦式的男女关系 你很难从当时的社会背景下 挖掘出人性的这种丑陋残酷 这是学生的理解能力 似乎很难达到的 而且戏剧的表演 你看我们知道 梅兰芳体系是高度城市化的 即使是斯坦尼克布莱西特 他的表演 只要是话剧舞台 他也都有城市化的东西 所以学生看这种城市化的东西 他就不如在网络看视频 看得那么习惯 是非常自然的 完全真实的 他话剧舞台是经过提炼的 所以有些学生认为 你是拿枪拿吊的 做作的 不自然的 文艺枪的 你愿意你的女儿 记得死在你的眼前吗 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理解 在你从细节上 也不能说仁义的表演 就是完美无缺的 当年我还记得 著名的这个表演艺术家朱林 演老板雷雨的时候 他演的是视频 这不视频两个儿子 一个是周平 一个是这个鲁大海吗 后来他见到周平的时候 他知道是自己儿子的时候 心情很复杂 他有句台词 就是你是凭 但是明明知道儿子 不能相认 接下来马上转成 你是凭 凭什么你打我的儿子 找台阶下来了 最开始朱林说这一台词的时候 口气是激昂向上的 你是凭 凭什么打我的儿子 一念到这台词的时候 台底就有人笑场 这是五六十年代 后来朱林觉得 把这词删了得了 等后来周总理 看这个戏的时候就说 这么有力量的一句台词 表现人物内心复杂的时候 为什么不能保留呢 说总理讲呢 凭什么打我的儿子 这个台词还是很好的 后来朱林在演的时候 就做了处理 因为这种心情呢 明明是儿子又不能相认 亲人之间起了冲突 还有不知道 这是骨肉亲人 所以他的心情是悲哀的 甚至是悲愤的压抑的 所以朱林把他处理 你快见 这谁去捡到啊 你是凭 你是凭 马上控制 你凭什么打我的儿子 这样一处理 底下观众就没有笑 大家就接受了 这就说明什么呢 他艺术这个东西 干到老学到老 没有止境 他肯定有需要改良的地方 就假如我们听到 来自观众的笑声呢 当然屋里头的东西 我们排斥 但是也要从中想想 是不是我们的表演 注意下来 不